- 為什麼你需要生這樣做?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做久了發現哪裡會不舒服? 那也不如站起來 我拿到它使用的時間大概已經有一個月了 像我本來的工作習慣就是在客廳的餐桌上 那就是一台電腦搭配滑鼠 然後也是坐原本家裡擺設比較漂亮的椅子 那其實長久下來我覺得我的腰跟我的背 還有我的頸椎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就升級了第二版 那第二版呢就是我把我的筆電架高 加上外界的鍵盤滑鼠 讓我的脖子至少是可以平視我的電腦 那接下來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一天工作時間也非常長 所以我是非常長久坐 所以我就決定換這個升降座 那為什麼會有升降座呢? 這就要回歸到我們人類歷史的發展 人類是從四肢行走到站立行走 站久了其實就發現坐著是有助於減輕疲勞 於是就發明了座具 那這就是現在的椅子 但隨著人們辦公的時間越來越長 逐境醫師到久坐反而不一定於工作效率的提高 而且還會隱身非常多的身體問題 於是有了非常多的人體工學辦公泥 但到最後才發現根本不是坐著的問題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你坐久了發現哪裡會不舒服 那就不如站起來 所以就升降座就誕生了 1998年一位工匠發明了這個升降座 酒座引發的問題容易會有肥胖 體內的脂肪容易因為你坐著而容易堆積 記憶力下降 酒座不動血液卷減緩 導致大腦的攻血不足 腰椎壓迫 全身的重量都壓在腰椎的最底端 加上肩膀和頸部長時間的不活動 容易引起頸椎的僵硬跟頸椎的不適 研究顯示站著的時候可以促進全身血液循環更加暢通 使全身獲得更多的氧氣跟能量 讓你可以更專注的在處理眼前的事情 因為你站著 所以全身的能量自然流動 比較不會囤積脂肪 慢慢的升降座就變成全球一種流行的健康辦公方式 但如果像我一樣本身就比較容易分心 那非常推薦你用升降座 我在網路上比較了非常多的品牌 那我最後選擇這個品牌Font 是因為我對東西的質感非常的要求 那其實它們的質感讓我真的是無話可說 因為像我很喜歡黑白的顏色 它的白色不是那種很一般的那種平滑貼皮的顏色 它是使用磨砂的質感 然後它非常不容易髒 所以即便你是潑了什麼東西上去 你一擦就掉了 還有它這個按鈕 我那時候比較很多加之後 就發現大家都一樣 這只有它的按鈕的特色跟排列組合 還有整個質感的不同 雖然都是塑膠 但它的字體啊 做的又非常直覺非常好按 我選擇是三截式的版本 它的升降非常安靜 而且聽起來非常療癒 再來升降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防撞機制 它一定要有防撞機制 因為假設你桌子下面放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或是櫃子 它如果沒有防撞機制的話 它很容易把它壓壞 假設你碰到任何障礙物之後 它會自己回彈 我真的覺得非常安全 還有像它有非常多原廠的配件可以加購 像我自己有選的就是 像它這個側邊的杯架 它這個側邊的杯架 我是選這種白色的質感 而且可以看到它下面是用規照圖 所以你其實正常的杯子 甚至到800cc的杯子 整個放上去都是很OK的 而且它下面這個規照圖 我覺得很貼心 是你只要有水 如果你像我一樣強迫這個 你不想要桌上有水的話 那這個是很值得加購 那還有極限槽 跟分解式的極限器 這兩個就是你可以很完整的去整理你的線材 或是如果你有地板有插頭 要連接到桌面 你不想要它那麼亂的話 那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巧負證工具 還有我自己還有加購這個旁邊的掛鉤 因為像我自己外出是用電腦包 所以我會想到它電腦包可以這樣掛在這邊 或是你可以掛耳機 那些都可以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像我是扁平族 所以我假設站立辦公站久了之後 我會覺得 小腿不舒服這個叫做不舒服 所以我就加購了它們這個減壓墊 它的減壓墊真的超厲害 我一拿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它很像一個那種乳膠的床 就你真的可以直接躺在上面睡覺的那種 它是腳踩上去之後 你真的用了一段時間 你不會像你沒有用一樣 這麼的不舒服 所以假設你跟我一樣是這種扁平族 或是你不宜久站的話 很推薦你架構這個東西 像它官網的話 還有非常多東西的架構 你可以針對你的需求去做你的配置 那像我還有選它們家的這個人體工學椅 這就是它們的 那像它這個椅子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我之前弄那個椅子 我的手通常都是選空的 像它這邊就做了兩個這個手托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 我可以整個靠背 然後我的手也不用一直抬 就不會那麼不舒服 然後像我很喜歡它一個點 是因為我很容易流汗 所以它這種網布的設計是 會比較通風 你不會很容易覺得背很熱 然後我很不喜歡網布是坐在 我的屁股這邊 因為我這樣我屁股會一格一格的 然後如果流汗的話 我屁股這邊會非常不舒服 所以它椅子這邊是做一個厚實的泡棉 它這個厚實的泡棉 就是你坐起來 你會比較舒適感 非常足夠 那像它背面有幾個功能 可以跟大家介紹 就是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背部支撐的東西 可以讓你的背比較挺直 不會是軟軟的這樣靠著 再來就是它的頭枕的地方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你只要拉 這邊拉一下 這個整個椅子就可以往後倒 我上次剪片剪掉一般 真的太累了 我就往後倒了 然後馬上要睡著 真的超級舒服 那像這個後面 這個小小貼心的設計是 就是衣甲 你可以把你外戳外套 或是你工作的時候的一些衣服 掛在後面 這個也非常方便 那買這個桌子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要注意就是 像這個按鈕的話 我的人出入口就是右邊 我是 如果你的人是往右邊移動 如果你左邊都可以移動的話 那當然沒關係 像我是放在角落的話 我會建議按鈕就是要裝在左邊 你在購買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們說 你按鈕要裝在哪一邊 所以我會建議你裝在左邊 因為我有時候蠻常誤觸的 誤觸的話 你就會不小心把它 你原本的設定打亂 我是覺得 這個按鈕的位置 強烈的建議你要思考一下 那像我還有一個是 它整線的地方 如果你收到桌子之後 你整線的時候 一定要先設定好 一定一定要先設定好 你原本的高度之後 你再做整線 是站著的高度 現在是 桌子是設定坐著的狀態 然後整完線之後 一按按鈕 升高之後 啪! 全部線直接斷掉 就是這個問題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在站著的時候 去整理好你的線材 那這兩個點是我覺得蠻重要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要組裝的話 建議你去買一個 電動的螺絲起子 因為如果你沒有電動螺絲起子 你真的會組的非常久 像小米的這個 它的價格都蠻便宜 而且CP值很高 像我就是用這個 那組裝也非常方便 你只要跟它說明書 慢慢組 那它的重量非常重 所以建議要兩個人去搬 會比較安全 希望你們都可以有一個 很幫高效率的 居家辦公環境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哇! 到底念什麼?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Peace 我們這邊結束 我們下面就結束的 我們這邊有天一包 我們這邊有充robe 我們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我們有空 我們在這個 我們有空 我們這邊有空 我們在這個 我們這邊有空 我們來個回家 我們去見 我們這邊有空 我們這支影片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